驚險的畫面來看到新北市新店 有一台載著瓦斯桶的機車 在大興街上發生車禍 這桶子裡的瓦斯竟然像是泳泉一樣噴了出來 還好這個駕駛趕緊關下開關 但如果當下有任何的火源或是有人在抽煙 恐怕就會釀腸起爆 一台機車載著瓦斯桶準備去送瓦斯 結果被對向機車直接撞上 一陣白煙噴出來全都是瓦斯罐裡的瓦斯 嚇得旁邊路人趕快跑走 事發在十號下午 新北市新店的大興街 因為沒有保持好安全距離才會釀貨 但是瓦斯桶怎麼會碰撞一下就外泄呢 如果民眾如果被噴到 會不會發生危險 再加上如果有人邊走邊抽煙 若有火源很有可能發生氣爆 該怎麼避免 業者說瓦斯桶如果開口向下擺放 可以減少被撞開的風險 另外承載鋼瓶的重量也只能在八十公斤 但是家用瓦斯瓶只要再超過三瓶就會違規 當然在路上看到運載瓦斯 還是離遠一點千萬別硬鑽 這次雖然有金無險 但未來要防止意外發生 不只瓦斯航送貨員 也需要用路人更多加注意 華視新聞簡明山張俊慧新北報導